台東市豐安宮前的廣場 19號晚間11點 一輛自小客車突然起火燃燒 一名無信年輕人騎車經過發現 趕快通報消防局 住在周圍的居民也擔心會延燒到其他車輛 趕緊在附近找滅火器幫忙滅火 鎖盡整體世界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小客車的車頭整個燃燒了起來 熊熊的火光在黑夜中顯得格外鮮明 昨日晚間11點多左右 在台東市區的豐安宮前的廣場上 一輛小客車突然起火燃燒 一米路過的無信少年 原本以為是有人在燃燒雜物 靠近一看卻發現是一輛小客車著火 隨即通報消防人員 而住在附近的民眾發現後 也立即拿起滅火器趕來滅火 騎過來 他在這邊著火 我以為是炒 他去拿著滅火器 所以看到他怎麼騎也不知道 鎖西消防人員貨爆後 立即趕緊現場並拉起水線灌救 迅速將火勢撲滅 沒有造成更大的災害 但小客車裡沒有人 停在停車場為何會突然起火燃燒 目前消防局的火調人員以及警察 正在詳細的調查當中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